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港口,因为被中国拿下,直接让美国气得跳脚,在背后疯狂的抹黑中国,这个港口因为极好的地理位置,曾经被20多个国家眼红,尤其是印度和美国,那是特别的积极,美国还不惜花费千亿想要拿下这个港口,但最后这个项目却被中国低价拿下,它不仅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港口,还是中国迄今为止的第一个海外港口,意义之大,无法估量。 在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老规矩点个关注,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,它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,仅仅规划的面积就超过了530万平方米,后续的投资额也是达到了上千亿的规模,以至于此消息已经传出,就立即引起了全球的关注,尤其是没有得到此项目的美国和印度,印度对这个项目可以说是恨之入骨, 因为不管美国还是中国拿下这个项目,对他们来说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,这个项目所处的位置就在印度的眼皮子底下,作为南亚著名的旅游国家,斯里兰卡有着金色的海滩和璀璨的珠宝,再加上极为优越的地理条件,被西方媒体誉为是大海上的明珠, 不过在现在看来,最让其他国家羡慕的还是它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,位于印度的东南面,是东西方海上的交通比径之地,也是进入南亚的门户,连接着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, 自古以来都发挥着交通枢纽和贸易要充的重要作用,也被称为东方十字路口,而这个港口项目的所在地,在十几年前,还只是一个小渔村,早在2004年那次震惊世界的印度洋海啸之后,中国就加入了斯里兰卡的灾后重建工作,到2009年,斯里兰卡结束了国内武装冲突之后,迫切地想要发展经济建设,于是这个港口的建设就被提上了日程, 他们想在汉班托塔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港口,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斯里兰卡在亚洲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,这是一个未来城市项目,按照规划是在首都科伦坡港打造一片新的陆地,并且建设上摩天大楼和豪华酒店,其中还包括了高尔夫球场和大厅的商业区,这些建筑都将在茫茫的大海之上建立,可以说真正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工程, 如此大的工程,经前期规划就超过了530万平方米,预计三年之后的建造规模将达到300公顷,除此之外还将给当地带来800多个相关的就业岗位,经前期的投入就突破14亿美金, 后续的投入更是超过130亿美金,想象是美好的,但是斯里兰卡政府没钱啊,于是各国看到这个项目后就纷纷想要参合进来,尤其是西方国家和印度都巴不得把这块肥肉吞到自己的肚子里, 因为这个项目后续所能带来的利益,可以说是无法估算的,面对这样的局面谁能不动心呢,但是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, 最终斯里兰卡的投资方却以11.2亿美元的价格签给了中国,预计整个项目将会在5到8年形成规模, 同时斯里兰卡政府还向世界宣布,他们决定把这个项目中的20公顷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交给中国, 随着这个消息的传出,立即引来了西方国家的眼红和嫉妒,尤其是美国和印度都快气炸了, 每天不间断的跟进报道,还想尽办法的挑拨是非,在印度甚至有些政客们挑拨民众, 举着拳头抗议斯里兰卡的做法,还声称这个项目会给印度的影响力带来不可挽回, 同时还妄图警告中国,一旦中国插足后果将不堪设想,但是中国并没有对这个跳梁小丑有所理睬, 于是印度方面居然开始不断的向这个邻居施压,最终在各方势力的抵制之下, 在开始施工一年之后,这个项目被迫陷入了停滞,对此中国开发商对斯里兰卡政府提出了质疑, 这不是竟耽误事吗?面对质疑声,司方所给出的解释是, 之前签署的一些协议和本国的宪法存在冲突,为此不得不提前进入教廷施工, 除此之外,司方国内还有一个声音,那就是有人生产这个港口城的项目, 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破坏,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, 由此可见,对于项目的停工,即使是斯里兰卡方面也没有达成共识,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这个耗资千亿的项目一旦停工的话, 必定会给中国方面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, 做过工程的人都应该知道,先不说前期的投入, 单单是每天工人的工资和机械租赁费用,那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啊, 于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,中方提出了巨额赔偿, 显然这是中国应得的,也是对于他们单方面违约的惩罚, 要知道,这个港口城市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工程就是汉班托塔港, 汉班托塔港口建设工程一期建设的过程中, 当地政府的出资占比仅有15%, 另外的部分全部来自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, 汉班托塔港的一期工程结束投入运营后, 运送的第一批货物就是印度向斯里兰卡出口的汽车, 所以说,自港口投入运营以来, 印度是这个港口设施最大的受益者之一, 但是尽管如此,依旧丝毫也没有减弱印度的防备心理, 其实斯里兰卡也是意识到了印度对它不怀好意的想法, 才会选择其他国家来修建港口, 并且最终选择了曾经多次帮助过他们的中国, 这个港口工程在2015年完成的二期工程所用到的8.08亿美金, 也全部来源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, 共建设了8个10万吨的码头和2个1万吨码头, 属于是能接纳超大型船舶的深海港口,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原建汉班托塔港, 只有商业的意图而不是政治企图, 中资港口合作项目在操作过程中都是公开透明的, 中方在建设过程中努力保证工程质量, 同时还非常的重视环境保护, 尽管如此, 那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居然还不要脸的宣传, 中国要在汉班托塔港建立海军基地, 并肆意的夸大来自印度的压力, 造成了斯里兰卡国内一些人士的担心, 为了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项目, 中国驻司大使还轻的会晤了该国的高层, 并且对于他们的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, 并督促四方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, 共同把这个划时代的工程打造成功, 最终经过一年多的等待, 斯里兰卡方面公开宣布, 已经就该港口达成了新的共识, 中方同意放弃对应评工所向司方索取的赔偿金, 为表诚意, 司方还表示会在另外划拨两公顷的土地, 赠予中方作为违约的赔偿, 除此之外, 司方还宣布, 把该项目中原本规划给中方的土地改为苏令协议, 并且无偿使用99年, 并称, 这主要是考虑到邻国印度的反对, 毕竟还是要给印度一点连面的, 中方对于此次司方的做法表示还算满意, 不管怎么说, 工程还能继续, 这已经修建一部分的工程还在自己手里, 另一方面来说的话, 有了这个99年的租赁合同, 中国在南亚地区自此就可以畅行无阻, 这场停工风波也就此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, 为了弥补之前损失的工期, 中国建设者们这次可是开足了马力, 不分昼夜的进行着填海造岛工作, 还直接动用了四艘超大型的国产高科技, 爬吸挖逆船, 从而快速的把海底的淤泥和碎石从海底吸出来, 然后填到需要的地方, 完成填海造陆的工作, 这四艘超大型的挖逆船, 为这个项目那可是立下了汉马功劳, 每天的吹田工程量就达到了25万立方米, 如果把这些泥土都丢进足球场的呀, 那么可以直接把这个足球场抬高35米, 在整个的填海造陆工程之中, 一共完成了7400多次的吹田传次, 累计回填工程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100万立方米, 并且我国为了表示诚意, 将这个项目打造成印度洋上的明珠, 还进行了多项的技术攻关, 在设计和生产方面融入了最新的高科技, 包括引进了200吨的大型机械壁, 和最新式的可视化安装工艺, 以及可视化埋破技术等, 这所有的一切付出, 都只是为了把这个港口城市打造成我国在海外的明星产品, 由此也可以看出, 这个科伦坡港口项目不仅蕴含着难以估量的隐藏价值, 同时也是我国基建狂魔向世界展示实力的一个窗口, 而且在一次的公开采访时, 时任斯里兰卡大都市与西部开发部部长的拉玛卡表示, 中国在这里创造了奇迹, 这座全新诞生的港口城市, 将会帮助斯里兰卡成为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, 同时这个港口还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, 影响未来的五座星城之一, 由此可见,印度之所以想尽办法阻止中国, 其直接原因就是担心这个港口城市会对他们造成威胁, 因为这个核心港口城市一旦建成, 将能完美的弥补新加坡和迪拜之间的金融空白, 所以说其背后的价值要远胜眼前的利益, 在帮助斯里兰卡经济腾飞, 重塑海上丝绸之路地位的同时, 我国的远洋船舶在茫茫大海上行驶的时候, 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补给站, 这是格旗幸福的一件事情, 对此各位又有怎样的看法呢?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